好这个吴燕尼没问题 我很支持他 那么现在关于吴燕尼的话呢 网上普遍有这么一种声音啊 说这就是个网红运动员 成天在那里摇头慌脑的 是吧 占据流量 但也没有什么成绩 而且一样因为他抢跑了呢 明明错了 还去申诉丢人啊 对这个事情呢 我是这么看的啊 第一个吴燕尼流量高呢 是真不假 就你看那个一百名来呢 这个冠军明明是林雨薇嘛 但这个赛后焦点 全被那个吴燕尼给抢走了 逐渐这个人的人气之高 那甚至你就从客观上来讲呢 你说他这个网红运动员呢 也确实是个事实 但问题呢 就吴燕尼之所以发展成 目前这个样子的话呢 是他一手精心策划的结果吗 如果说这个人 他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憋着劲 想要当网红 是吧 然后呢就混到这个田径赛场当中 来提升名气 进而来这个赚钱铺路的 是吧 那确实你批评他几句道也应该 是吧 但事实是人家五年级的时候 就参加县中小学运动会 是吧 因为成绩突出一下 被体育老师看中嘛 后来就直接被保送到了 这个中国铁大区接收系统训练去了 后来在这个全国锦标联赛当中的话呢 是这个12秒87成绩嘛 获得了女子一百米兰的冠军 创造了当时中国自2015年以来 最好的这个成绩嘛 所以说这个人 他在中国范围内的话呢 就是一个一百米兰的 这个天才级的人物 是吧 那因为出了点成绩 外加自己的这个举止 有点霸气 外方 外形呢又时尚亮丽 所以说就出名了嘛 那你说长得漂亮是错呢 还是说是举止霸气 外方有错呢 实际上都不是错 对不对 有一说 你说这个人去吸毒了 去赌球了 或者说在家卡卡打 打那个兴奋机了 那是错 而且是大错 甚至于说 吴燕尼这个人啊 他也就举止上有点脏 一样 你嘴巴上 可从来没说什么大话 你如果说 这个吴燕尼老是在这个赛场上 大嘴巴 爸爸老说 我一定夺冠 属于我吴燕尼的时代要来了 那最后老没夺冠 那确实也活该被人批 但是 他连这种大话都没有讲的嘛 是不是 哪怕你这两天 闹得沸沸扬扬的 那个强跑事件 我看他的这个发言 也是比较得体的 你第一时间就觉得 第一时间他是认为 好像是旁边那个印度 这个这个运动员 他影响我了 是吧 当然实际上 正是在做采访的时候 他也是主动承认 这个主要还是自己的问题 赛后呢 他还写了个长微博 主动的就认为 全是自己的错 是吧 认为那个印度选手在干扰他 这个他也认为 其实就是自己的误判 没有干扰他 那并且说 自己在起跑这个问题上 还要继续练习 做得更好吧 那实际上 既然人家有这个态度的话 就行了吧 已经很好了 你还要怎么样呢 那我是知道呢 咱们很多的这个国人 对于 就是一个体育运动员 他是有着 属于自己的一个完美标准的 第一个标准 当然是得拿金牌 一直拿金牌 是吧 能做到顶级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人最好是少说 多做谦虚谨慎 对不对 他好像也就只有 这一类运动员 能够欣赏得了 其他运动员 好像就欣赏不了了 但其实啊 你如果说 我们就扪心自问 有那么一类运动员 他如果说是天赋 实际上是达到不了顶级的 但确实呢 在不断的刻骨训练 突破自我 是吧 那么你说 这样的这个运动员 哪怕是 他的这个性格外放 活泼一些 有什么问题呢 你说这样的这个孩子 是不是也值得 被我们鼓励啊 那五亿你现在 不就是属于这种运动员吗 是不是 你要说金牌的话 咱十字球又讲 今天哪怕他直通 这个巴黎奥运会了 是吧 当然要有招一日 他能够像刘翔一样 在这个奥运会当中夺金的 对吴燕尼而言 我直说了 压根不可能 概率几乎为零的 因为吴燕尼 目前的这个成绩 他顶多只能够排 全球50位啊 全球顶级的 这个100名男女运动员 已经可以跑进 这个12秒40了 是吧 这样的人在全球 至少有7个人 而吴燕尼最好成绩呢 是12秒76啊 差距还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说对于 这样的一个运动员 你说他放到 世界赛场当中去 至少在成绩上 你应该对他 抱有什么样的 这个指望呢 不能有什么 不切实际的 这个指望的 是不是啊 如果说他是 我们的这个孩子 我们是他们的 这个父母 最健康也是 最理性的这个指望 不就是 你只要在这个赛场上 把自己的这个 潜力发挥到极致 就好了吗 只要你在这个赛场当中 你享受其中就好了吗 所以说其他一些细节 你怎么高兴怎么来 你要化妆化妆 你爱炸辫子炸辫子 我们都不来管理 哪怕你炸成哪吒头呢 哪怕炸成波罗头呢 随你高兴 是不是 手势的话 你再怎么花里胡哨的 你随便你打 当然你别输中止就可以了 对不对 唯独身上这个纹身呢 你输我思想 也是有点保守啊 纹身我是欣赏不来 你像我女儿要纹身的话 我肯定也是不同意的 不建议的 是不是 至于说其他方面 老是讲你武艳尼 只要你按照这个奥林匹克精神 做到更快更靠更强 那就行了 是不是 其他爱怎么整怎么整 我还是这个原则 所以说对武艳尼 这样这个运动员呢 我们是不是就抱有 这样的这个态度 就可以了 对不对 而现在的这个武艳尼 不就是正在 按这样的这个路子 在发展人自己 在提高的自己 在成就自己的吗 是不是 他又没有说是什么 不训练了 去跑去咔咔上综艺了 咔咔搞直播带货了 没有啊 顶多也就是说训练之余的话呢 在网上直播跟粉丝聊个天而已嘛 年轻人还是要多包容 多理解 对不对 所以说我认为 武艳尼还是不错的 我支持这个运动员 不训练